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 導演 韋徹昇已經 到比近多年的新作品 臺灣三部客 一定是日空 二數年的最後一天要來奉上 不過這次電影要花不少 只要四十億 所以韋徹昇開始 轉開 群眾目指揮的界隧 導演 韋徹昇 開動臺灣三部客的界隧 三支電影 總共會四十億 從日本美術總監 法國秀文作會 希望說臺灣人作會出錢 等到電影上映的時候 會在出品人這個所在 怕臺灣人三人 那募資倒對我們來講是 最如虎添翼啦 就是我們會比較 做得比較順暢 臺灣三部客規模是 創臺灣英雄書的紀錄 不過為了一千萬塊比較大 要推動中間保留 打造成 方向資生的歷史豐富 包括電影帶來 總共會一百四十億 特別接受花式的傳統 不是說製作難而已 最難的製作是三部電影 要同時拍 要同時兼顧三種文化 為了一千萬塊 總共會四個階段 每一年以後電影進度 一步一步完成 各種最少要兩百塊 不一樣的金錢 會送不一樣的 臺灣三部客最關的紀念品 為了一千萬塊 專民可以參與 好臺灣三部客 先為臺灣人送好臺灣的利潤 恩